製作遊戲它其實比較抽象一點 它是一個互動體驗 但它跟照片不一樣 因為遊戲它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它有點像是在腦子裡面 發生了一個化學變化 我是靈聯翼 我很喜歡用作品跟玩家互動 然後跟他們用作品溝通 這個東西叫做JSPV發射器 一開始是用水管製作的 可以發射這個安全的泡棉子彈 直接這樣拿來射人 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就會看到很好笑的互動 它不會在家裡打破花瓶 它可以在比較多的場合 比方說室內或者是公園 或者是朋友家 氣球那個強化了嗅覺跟聽覺 所以它這個跟虛擬的手遊 或者是電腦遊戲是不一樣的 它就是增加了一個維度 這個維度其實是使用者體驗 4D的概念 它不是只有單純的一個3D模型 因為3D模型它就是拿來看的 它就是那個樣子就是那個樣子 它不會動 但我的東西就是有操作過程 3D練習其實它就是一個工具 它的成型方式 其實就已經跳多傳統了 因為傳統你就是設計模具 就是A跟B 兩片卡在一起 這樣才能做大量生成 但是3D練習還蠻神奇的 它是一項新的製作技術 應該說沒有人把它拿來 當作製作技術 一般人都是把它拿來做打樣 如果要把它拿來做一個量產 或者是製作技術的話 這個模型一定要經過特殊設計 因為以前沒有人這樣做 那我來做做看 那我就做出這個模型是 適合拿來做量產的 我一開始是去遊戲公司上班 遊戲公司開發的專案 其實都是上面說的算 那我覺得 我比較沒辦法發揮我的專長 那我的專長其實比較不好看見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抽象的 像遊戲體驗這一類的東西 不是說你畫一張圖 好看就是好看 不好看就是不好看 其實那個時候在上班的時候 JSPV還是有一個興趣這樣子 興趣轉成認真看待的事業 越來越多人有3D練習機 所以他們也會想要自己做一些東西 那我就提供了五金包3D展開 讓他們也許可以小量生產 這樣子的商業模式 小時候玩了某一些遊戲 就覺得好用心 然後我寄到現在這樣子 很不喜歡殺時間那種遊戲 因為你的時間就是你的命 就算玩樂也好 玩樂也要玩得盡興 盡興它才會技術 就是當初那份感動 我想把這種感覺帶給大家